为了帮助台湾社会工作实务发展协会所关怀的孩子们 有经费的益助以及才艺展演的舞台 博乐行销顾问公司日前办理疫情不再健康加碍 华瀚科技新品发表及一卖活动 除了邀请到社工实协开心厨房的小朋友 现场料理回馈社会善行团体之外 当日一卖所得也提拨30%给社工实协作为公益使用 今天非常开心就是我们带着开心厨房的孩子们 一起来参加这个健康加爱的活动 然后我们今天现场来参加的八位小厨师 有四位是国小组的 然后有四位是国高中组的 那高中的三位都从他国小四五年级的时候就参加开心厨房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一些他未来想要职业努力的一些方向 然后今天非常开心 有一些孩子是回娘家 然后有一些孩子是现在正在学习中 然后都有这个机会 然后到现场接受大家的加油打气 然后让他们也更有信心的去面对 未来的一些学习跟选择 先议员林芳宇感谢企业能够回馈社会公益 帮助台湾社工实协的孩子们 也相信在这些爱心企业的帮助下 孩子们能够专注于课业 使孩子们未来有更好的发展 在今天的这个整个活动当中 就学的这个过程当中受到更多的关爱 然后小朋友们也能够尽心 能够安心的在课业上努力 副一长潘一泉也特别到现场参与公益活动 并且亲自料理给孩子们品尝 盘复一长除了感谢企业的闪心意举之外 也期望透过他们的抛砖引玉 能够让更多人来关注社会弱势 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记者陈维一 普立真采访报道